时代方华公寓基本上竣工了 在一套简单装修过的房子外面 放了块牌子 上面写着临时售楼处 临时售楼处的一名年轻女子 要求郭女士离开 郭女士介绍 之前自己来看房 这名女子和开发商的领导 一起接待过自己 你贵姓 我没有姓 没有姓 你先 你没有姓什么意思 没有姓 我也打了12345这线了 然后已经去 你说这个人他没有买到房子 他来找茬 你说他搞不搞笑 我从头单位都没有答应过他 他刚才说 这个备案架和那个不一样 那我不知道 我有录音录像 我反正受了处置说这个 我不知道 录音录像 我全部录音录像 郭女士拿出手机 说要给记者看证据 年轻女子突然伸手 似乎是要抢夺 郭女士的手机 两人互相推荡 记者赶紧用手 拦在两人手臂中间 连手上的话筒 都被打落在地上了 在记者和现场 其他工作人员的劝说下 双方分开了 郭女士当场播放手机视频 这个更名房呢 它到底是 手机还是我们这里办 你正常网签也是在开发商那里签 他无非就是付了定金 把这房子定掉了 然后那就是 就是他付了定金 那这个是协议 但是合同没有签 手续没有办 现在的话就是 你就是正常还是在售罗处 就是还有一部分的一个差价 视频是郭女士拍摄的 跟她对话的是一男一女 郭女士说 她提到的更名房 指的就是那套样板房 根据备案价 就是185万左右 然后是和 就是你们这边 然后去签合同 然后比如说 我要贷款的就贷款 然后剩下的呢 就是说差价的部分 然后我去直接就是 取现金 然后没有任何凭倦的 这部分钱 你不是说写收据吗 没有 收据都没有 收据就没有 郭女士介绍 视频中的男子 自称是开发商的领导 视频中的女子 就是眼前这位 收下9月4号 9月4号 对 9月3号的时候 这里面那个女的 就是她 对 就是她 对 那视频里那个内容 你怎么结束 不是 我没有承诺过她 我跟她也没有任何的联系 我相当于我就不认识她 她是中介带过来的 她说一开始答应234 那也不是我答应的 我不知道 是那个男的答应的 是吧 你可以让她提供嘛 提供我有没有跟她 有过对话 有过不应用的 她说这套要买房 备案价是180多万 我这个我都不知道 那当时你都在场 备案价 备案价知道的呀 备案价多少 备案价 备案价就是她说的这个嘛 那为什么 另外的我就不知道了 郭女士提供的视频中提到了更名房 还提到了备案价是185万和差价 差价只收现金 不开发票 不开收据 这中间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那么所谓的更名房具体怎么操作呢 郭女士接着放视频 就是比如说 我备案价185万 就是185万 我要做首付 比如说我要 我要做首付的 我就做成 然后首付贷款开始做 把余下的 比如说是50万呀 多少的 然后我就是把这个 全部就是提现金过来 然后去这样去付那个 是这个意思 对 就是这50万没有任何 那这个更名是是什么那个就是 这个不需要你 这不让你弄 对 这个我们就是自己走个流程就好 就是我们内部的事情 对 你就是税还是那个 税就七岁了 税还是我还是一个点的税 就是不随那二手的那种交易的税 没有没有没有 首先还没有扮演 他只是有认购协议 我是带他看过房子 那更名房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呀 录像你说到底 我不知道 你跟那个男子在一起 跟他介绍 那个是中介 那中介带过来的客户呀 中介 那个男子是 那个男子是中介 那你呢 我啊 我收入出的工作人员 是开发商的吗 我跟他没有什么接触 我只带他开过房 那你是开发商的还是中介的 我不是中介的 我就是卖这个房子的人 那就是开发商的 销售员 是开发商的销售员 我就是销售员 哪里销售员呢 你不要管我哪里的销售员 售员处这位工作人员说 视频中的男子是中介 郭女士也不跟他争论 接着放视频 我就在想 我说你这属于开发商呢 还是什么 就开发商那里 你就开发商那里了 原来他们说 是不是中介 很想问你 我说的你你们中介 决定不了价格 对不对 你找中介 他能给你决定价格吗 就是你们 你们还这属于开发商里面 能决定价格 多少钱能卖给你 这个房子卖的话 我们也要走你流程上去申请 然后平下来 真的带给你 真的不是说 所以你那一天 我不是给你走流程 这领导不批的吗 视频中 男子自称是开发商的人 放在门口的那块牌子 写着临时售漏处 上面还著名 杭州林平时代芳华公寓 是由中交地产 和理想思维地产集团 共同开发的 当时的时候就跟我们说 就是说最低价 然后235万 后来呢 然后就是和这里面 这个男子嘛 然后他给我另一个 就是中介 然后说的 说给你234万 你看这里 然后就是朋友说的 对 然后就是没卖给我呀 然后就是卖给别人 以高价 然后就后面还有一个录音 卖给别人多少钱 242万 就说谁出的价格高 我们卖给谁 郭女士介绍 当时是中介的一位朋友 带他来看房的 这位朋友 把他跟开发商那些聊天截图 都发过来了 但是考虑到 可能会影响到这位朋友 暂时就不提供给记者了 至于他看中的那套样板房 最后的要价是多少 郭女士提供了一段电话录音 卖了是吧 对 被卖的 然后那个 你要不其他房子再看看吧 卖了多少钱卖的呀 242 卖的还更高呢 对 好 这个声音也像视频的那个男的 就是那个男的 我想问他 他找你们过来是什么意思 是他吃亏了 还是上当了 还是怎么样 我就要去检举这种黑幕 黑幕有什么黑幕啊 记者裴郭女士赶到了杭州 林平区住建局 把情况反映给了住建局下面的 房地产管理所 1818黄金一人记住报道